如果你來補額頭 你抬頭蚊一直動一直動 你的脂肪會很難過 尤其是補額頭哪裡最難過 這一區 硬糖 因為硬糖很多人不由自己會皺眉 當你來皺眉的時候 硬糖就會好 還有眉頭上面這兩邊 也會特別容易好 因為這裡是我們皺眉肌 它尾端的地方 它一收縮的時候 這裡一牽扯 這裡就會很難過 一個只會畫素的診所 不能給你有效的治療 一個不願錄影的醫生 不能承諾手術的真實 記得 沒效的才是最貴 想做要找真專業 哈囉 歡迎收看今天的科普音的新知 請問 脂肪移植增加醇糊綠的新概念 脂肪移植自從20年前 COLMAN它是脂肪移植的大師 20年前它發明了一個方式 從此大幅度 降低了這個抽脂的一些問題 我小的時候 一天到一天有人抽脂死鳥 現在很少聽到 就是因為它這個方法 越來越進步 那後來從抽脂延伸 整個脂肪抽出來 不要浪費啊 我們就把它打到身體一些地方 比如說 以前大家會想說 這個脂肪把它打到胸部 會不會造成癌性病變這些 這個研究已經非常的透徹 那我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 2019年 整個2016年年初 都有一些新的研究 而且它統計很多 他們可以很確認說 抽脂填充它的安全 即便有些人 它有些概化狀況 它都不會造成它有任何癌病變 所以它相當的安全 還有一個議題也是 大家很有興趣就是 我們脂肪移植怎麼 讓它的存活率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脂肪移植有興趣 我之前也有講的 超級偏關於脂肪移植 包含我們從抽獲取它 到怎麼窮化它 到怎麼去施打它 它每個步驟的關鍵是什麼 你要注意什麼 好這個在我們之前影片都有 有些是挺簡單 比如說光是臉 臉每個位置存活率是不一樣 一個最簡單的概念是 比如說越靠近嘴巴 你看他講話 我嘴巴一直動 你在吃東西 有時候喝熱的 有時候喝冷的 越靠近嘴巴它存活率越差 所以最差的是嘴唇 然後法令紋也是比較差 所以不同的部位 它存活率是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在拿脂肪的時候 覺得不是想像的 越快越好 你要用低壓 低數很仔細的 去把這個脂肪弄出來 而且每個部位 施打的量 絕對不能太大 好像有些人填胸部一下 哇 填得好大 哇 裡面脂肪都死掉了 沒有用 填脂的時候 你要是多平面 多注射面 然後它才會均勻 存活率才會好 而且要搭配 脂肪槍 很重要 因為用手打 一CC的脂肪 你手輕輕退一下就沒了 可是這一CC 我們用脂肪槍打 我們要打120次那個脂肪 才會打出 也就是說 還沒打出一些點 都要很精細 那當然它存活率就會好 我們一直在想 你脂肪打在哪一層 它存活率比較好 你要打在皮膚裡面 還是要打在脂肪層裡面 還是你要打在肌肉裡面 還是要打在深層的脂肪層裡面 哪一個地方它的脂肪腫力最好 什麼意思 它的深度 那這深度又涉及到一件事 你打得淺 有可能會造成它下垂 但是你打得深 它是活不了 怎麼辦 所以就做了一些研究 簡單講 再找了幾件 就說它打在肌肉裡面 肌肉血管膜硬豐富 它脂肪腫力比較好 可是事實上發現 打在肌肉裡面 脂肪腫力是很差的 因為你的肌肉運動 是不是回到我們剛剛講 像嘴巴周圍動的地方 像眼窩動的地方 它通常也很難過 越常運動一定要它越難過 還有如果你來補額頭 你抬頭蚊一直動一直動 你的脂肪會很難過 尤其是補額頭哪裡最難過 這一區 硬糖 因為硬糖很多人不由自主會皺眉 當你皺眉的時候 硬糖就會好 還有眉頭上面這兩邊 也會特別容易 因為這裡是我們皺眉 它尾端的地方 它一收縮的時候 這裡一牽扯 這裡就會很難過 那就做了一些研究 如果我們這些施打的部分 一邊就打生理時間 所以另外一邊一模一樣 都會一直在打肉肚 好殘忍的 然後後來就叫我們回來觀察 發現兩邊臉真的不一樣 當然就很慘 另外一邊又再補一次 但是這個研究就會告訴我們 有打肉肚的那邊 它效果會特別的好 為什麼它效果會特別好 一個是因為它讓你肌肉不要一直過分受縮 你的脂肪就不會被肌肉夾死 還有一個 他們發現肉肚它會增加血管去供應脂肪的可能 可是劑量很重要 劑量太多沒有這個功能 劑量要剛剛好 它可以額外 因為這樣來增加脂肪的存活率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剛打完 到三個月的時候 哇這個脂肪的存活率 差了快一倍 不只是臉 比如說我們要填臉頰 合併打咬劑的肉肚 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 抬頭紋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 打魚尾紋可以增加太陽雀的存活率 沒有想過吧 填胸部合併施打肉肚 也可以增加胸部的脂肪錯誤率 我們胸部這個地方 當然女生都只注意到前面這個 可是事實上下面是有胸肌的 胸肌還分大胸肌小胸肌 尤其是大胸肌 一收縮一直收縮的時候 脂肪就很難過了 所以我們在填脂的時候 合併大胸肌施打肉肚 一樣可以增加脂肪錯誤率 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吧 這些都是一些近期的研究 黑色是沒有合併肉肚的施打 後面的脂肪錯誤率是這樣 你有合併肉肚的施打 他脂肪錯誤率差異這麼的大 再來就是說 額頭合併肉肚 他可以明顯的減低凹凸無病 因為抬頭蚊他是橫向的字條 如果你在填脂的時候 你沒有填脂之前 或填脂之後去打肉肚的話 他一收縮 他有時候就會一條一條 那就增加他凹凸無病的機率 高壓癢 他可以增加脂肪錯誤率 在以前大家對高壓癢的以前是 啊糖糖病的人 傷口癒合不好 或者是有些外傷 或是手術 他本身傷口癒合能力很差的時候 我沒用高壓癢 就可以讓上皮細胞趕快長過去 就可以讓這些細胞 他修復的更好 可以讓這個血管砸的更好 欸 那他可不可以讓脂肪增加 這個研究是肯定 這個是很新的讀文 他們發現一件事 停完止之後再去做高壓癢 然後他們就去比對 測量你有做高壓癢的那個量 脂肪錯誤厚度跟沒有做 兩個是不一樣的 像臉部你做完 全點填脂 進去彈高壓癢出來 你那個水腫會推的很快 應該要更進一步證明 所以高壓癢不僅可以快速消水腫 他還可以增加脂肪的錯誤率 當然這就是要像我們這樣有高壓癢的 說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PRP是抽我們的血 那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我們只是抽十幾 二十CC而已 為什麼叫PRP呢 因為他裡面富含了這五大類的生長因子 這個生長因子在過去 我們另外傷口上 或是燒燙傷的病人 你用上去可以促進傷口的癒合 那你把這個東西混到脂肪的移植裡面 也可以增加脂肪的存活率 那這些新的研究 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我們藉由這樣的方式 那可以讓你脂肪存活的狀況更好 如果你的脂肪對你很重要 我們藉由這樣的方式 可以大幅增加你脂肪的存活率 這些都是確實研究的 而不是一些話術 或是有些人 他也用這種方式來照顧客人 我們的節目 會不斷的把一些正確的知識 跟真正的一些醫美 跟整體上面真正的薪資 而不是話術 或是銷售的方式來跟大家講 因為如果你被一些太過商業的行為 做了一些沒效的東西 你就會感覺 沒效才是最會 想做要找專業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 如果你分享給朋友 你跟我們說 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 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 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 關於微整形一些 解剖的一些概念 我相信對大家 在愛美的過程中 可以掃除很多的一個網路 今天就到這裡囉 掰掰 好 任何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